今天我们来做年夜换 最受欢迎的元宝馒头 金灿灿的特别喜庆 寓意新的一年 菜园滚滚 早才进宝 南瓜提前蒸熟 加一勺白糖 趁热压成泥 放一包这个高活性 奶高糖的干酵母 用它一次醒花就可以了 倒入400克的面粉 搅成絮状 做造型的面食 面团活得稍微偏硬一点 揉光以后搓成长条 切昏成等会儿的小面剂 把面剂搓成圆柱形 两侧给它按压一下 然后捏住两端 再给它捏合一下 这样一个元宝的形状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摆入锅中 一次醒花20到25分钟 蒸胚拖起来轻飘飘的 就可以开始蒸了 水开蒸10分钟 焖3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过年的时候 蒸上一锅这样的元宝馒头 来年一定裁员广惊 日子红红火火 喜欢的姐妹 收藏起来试做吧